常常在说健康就是最大的财富 但是在不同的国度 要来维持健康所付出的金钱 却是大不相同的 像是美国的医疗水准 富裕程度高 但是在医疗上面付出的代价 对中产阶级来说 却是很大的负担 而在美国半数以上 破产申请人表示 他们破产的主因 就是来自于医药花费 除非你是比尔盖茨 否则只要生一场大病 就会让你破产 一项调查指出 2018年 美国人借了880亿美元 支付医疗保健费用 45%美国人担心 健康问题会导致破产 美国公共卫生杂志 一项调查也指出 58.5%的申请破产人表示 破产主因是医药花费 44.3%是疾病导致的工作损失 多达66.5%的破产原因 至少是上述两项之一 根据哈佛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研究指出 2016年 全美在医疗上的支出 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 17.8% 这个数字 比其他11个高索德国家 平均11.5%要高得多 此外 同一份报告指出 美国人每年的医疗花费 平均为9403美元 这个数字是其他国家的两倍 报告指出 美国的医疗人员薪资 制药与行政成本是美国医疗费用高居不下的主因 举例来说 2016年 美国家庭医生平均年薪为218173美元 是其他国家的两倍 瑞典的加一克医师平均年薪为86607美元 据统计 22%的美国人曾经以为付不起医药费 而放弃到医院就诊 欧际健保在2013年上路以来 确实提高了美国医疗保险的覆盖率 造福约2000万美国人 许多低收入家庭也享有价格合理的医疗服务 不过据统计 2016年 美国仍有10%的人口没有医疗保险 在同一份调查里的10个高所得国家 医疗保险覆盖率几乎是100% 就算是因欧际健保政策受惠的低收入家庭 许多人也因保费日渐提高 该财资付额较高的方案 意味着要就已达到一定额度后 保险公司才会理赔 能享有的补助并不如预期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